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呀 欢迎收看来关热 我是就喜欢听你们使劲夸我的王峰 今天王峰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部日本的家庭情感电影《东京塔》 我叫小雅 性别男 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双亲家庭里 我的父亲是一个画家 母亲是全职主妇 我的父亲和母亲从小就很特爱我 但是父亲时不时的会醉醺醺的回家 喝醉以后就会神志不清的做出一些无理取闹的事 比如用羊肉串硬塞进我嘴里 还用录像机想拍下我的表情 我三岁那年妈妈忍无可忍 带着我离开了小仓 离开了父亲居住的房子 我们回到了外婆家 那是母亲出生的地方 时隔了这么多年也算是落叶归根了 落叶归根 但这根也实在是太寒酸 稍微统计一下 每天来往的车辆不超过两位数 来到这里以后 母亲开始自力更生 自己开了一家饭店 做起了小本生意 可能是周末生意忙 没空照顾到我 母亲让我每到周末休息时 就去找眼界小餐的父亲 父亲没什么正经的工作 每天都很自由 每当看到我从门口进来 他唯一会做的 也就是给我做一些玩具模型 母亲觉得一直居住在外婆家不合适 等我上到初中的时候 我们便搬家了 虽然住了新房子 但每天出门 依然是那些死气沉沉的风景 我抚摸着其他 幻想着有一天 能离开这个沉门的环境 对于一个学生来说 唯一离开家的机会 只有考上城里的高中 我知道母亲很忙 要管店里要管家 所以 我把想法告诉了父亲 我告诉父亲 自己想要考上 离家较远的美术高中 于是父亲开始教我画画 让我先从素描开始学 我很快就考去了心中想去的高中 在离别的门前 我看着母亲的脸 明明听到好消息 应该高兴才是 可母亲那顶着一幅黑眼圈的脸上 却仿佛藏着说不出口的忧伤 列车来了 我和母亲终于要分开了 母亲最后一次叮嘱我 要加油哦 我点头应允 列车缓缓地启动 母亲的身影 仿佛还在脑海里清晰可见 我打开了母亲递给我的包裹 里面放着她亲手做的饭菜 还有一张信封 里面装着的是一些日圆 和一张写满字的纸 纸上写了很多事 却没有提及母亲自己 仅仅只有鼓舞我的言语 写得苍尽有力 在火车上的我 吃着母亲做的饭菜 仿佛也把母亲的心意 一起吞下了肚子里 铭记在心 仔细算下来 这是我第一次独自出门生活 出远门和出门生活的意义截然不同 简单来说就是 我被放养了 我开始尝鲜 学会了抽烟喝酒 买了一大堆杂质扔在房间里 因为没人管得了我 即使这么做了 也不会被母亲说讲 迟到早退 是每天的日常 我对陌生的女生表白 用母亲进来的钱买烟买酒 我在悠然自得中不断地堵落 我偶然间也在想 把母亲放在老家 这样真的好吗 父亲有手家正言对我说 这个问题你想了三年 也没得出结论吧 去东京吧 那里什么人都有 去见识见识外面的大千世界 一天晚上 我很晚才回家 看到母亲早就已经 做好了一桌饭菜等我回来 她说 等你好久了 快来吃饭啊 我受宠若惊 又那么不已 我问母亲 为什么做了这么多菜 母亲说 你要考东京的大学对吗 我在为你加油打气呢 我含着眼泪 吃完了母亲做的一桌子美味 宛如要把这些美味 佳肴吃进肚子里 消化成自己进步的动力 第二年我来到了东京 五藏野的一所大学 春天的东京像个吸尘器 把日本的青年们都吸引了进来 我来到了大学 与中学最大的差别就是 认识了几个室友 我们的生活习性并无二致 虽然是刚刚认识 却仿佛是碰到了几年未见的老友 我们在宿舍里畅饮喝酒 找女人约泡 过着和学习毫无相关的生活 四年很快就过去了 除了如何跟女人说话 如何把每天活得更烂以外 我什么也没学到 甚至连正常毕业都生问题 我跟那何之下 我打电话给母亲 跟她说明了一些情况 也就是我这四年以来 毫无作为 每天都在变得更烂的情况 我今隔了许久 才做出回应 她声音颤抖难以置信 小雅 为什么不努力呢 她这么问我说 我觉得不以为然 因为就算没法毕业 只是留个急而已啊 留个急 是很大的问题吗 我顺利的说服了母亲 母亲会像之前一样 继续好吃好好的 再供养我一年 最后的一年很快的过去 我迎来了九等的毕业仪式 即使毕业了以后 我也没有很快的找工作 面试了许久 终于瞎猫碰上了死耗子 找到了一份出版社的工作 这时候 母亲打电话过来告诉我 外婆快不行了 我在很小的时候 曾被外婆照料过一站子 此时的外婆 已经是白发斑斑 受苦如柴 在生命的最后关头 外婆给了我一百万日元 也许 那是她一辈子的继续 外婆全部留给了我 让我去闯一番事业 我收下了外婆的心意 拿着那一百万日元 去打麻将 企图用手气来闯一番事业 打麻将打到一半不知怎的 我忽然泪流满面 心中仿佛有个声音在问自己 你来东京到底是来做什么的 脑海中回忆起父亲临别时的话语 他说东京人多 来见识一下大千世界 但我现在的样子 到底算什么啊 我后悔自己这段时间的颓废 我开始想尽办法的挣钱 白天在出版社上班 先下时间就去打工 做体力活 在这个时候 我收到了母亲患病的消息 母亲需要动手术 她让我不要担心 只是动个手术而已 只是假装性癌 需要把声带稍微剪短一些 虽然很担心母亲 但我能做的也只有 让自己变得更好 不让母亲在病房里 还要为我担心 在母亲住院的这段期间里 我在出版社里发挥良好 出了专栏 学会了播音 一个人承担了 好几种职业的工作 我的收入水平上涨 母亲出院回到家的时候 我寄了一本 我自己出版的书过去 看到我努力的模样 母亲非常高兴 我还清了所有的高利贷 还交到了新的女朋友 因为我经常提起我妈妈的事 女友对她也充满了好奇 我忽然多出了一个想法 要不要让母亲搬过来 跟我一起住呢 我想去实践这个想法 在电话中询问了母亲的意见 母亲只是再三的担忧 她的到来 到底会不会影响到我的工作 我笑着说不会 哪里可能会 于是母亲拖着行李 离开了她生活二十几年的地方 坐上了开往东京的列车 我去车站借我的母亲 来到我们的新家 新家楼底下就是台球室 时不时的就会碰碰的响 我跟母亲说 以后会带她去 没有去过的地方玩 母亲开了很久的店 做饭的手艺能征服了很多人 我的女友和朋友们 都吃母亲做的饭吃上瘾 母亲和大家成为了好朋友 两个人住的小地方 每天就要容纳 五六个人一起来吃饭 看着母亲和一群人 谈笑风生的模样 我感到了久违的安心 日子在一天天变好 所有时度在往好的方向 发展发展发展 偶然的一天 母亲的食欲变得不错 但隔一段时间会开始反胃 我说不用担心 怎么可能每次都是癌症 我带着母亲去医院拍片 医生在母亲的身体里 检查出了硬性癌 一定很吃惊吧 医生风轻雨淡地说着 却在我心中形成了惊涛海浪 母亲在东京医院 度过的最后一段时光就要来了 在去办理住院之前 母亲留了一个包裹在家里 包裹上贴着 妈妈死后再打开的贴纸 她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了 但我还没有 我牵着母亲的手来到医院 母亲再次住进了病房 我在外面买了一间大房子 准备等母亲病好了以后 两个人一起搬进去住 我不忍心将母亲独自扔在病房 就一边工作 一边在病房里陪伴母亲 许久未见的父亲 听说了母亲的病情 要赶过来 医生说 现在的母亲已经不适合做手术了 想要痊愈 就必须接受抗癌剂治疗 我和母亲商量过后 最终同意了这种治疗方式 但其中的痛苦 似乎有些超出想象 我看着母亲在床上翻滚 满脸痛苦 我开始怀疑 这个究竟是不是最好的决定 母亲痛苦地呜咽着 说不想再治了 我去医生那里表明了现在的情况 医生让我做好准备 母亲的生命只剩下几个月了 这几个月 我陪着母亲 在病房里架起了一张小床 父亲也在医院里陪伴着母亲 母亲停止治疗以后 气色好了不少 但在一次和朋友出去散步以后 突然病症恶化 我急忙赶到病房前 母亲醒来了以后 迷迷糊糊地说 还是家里好呀 冰箱里有生鱼片 锅里还有茄子做的酱汤 记得热一下再吃哦 我说妈妈你在说什么呀 泪水却不受控制地流了下来 在父亲有事离开病房的那一天 母亲的病情再度恶化 她在床上挣扎 表情痛苦 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紧紧地握住母亲的手 父亲大声地叫喊着 让母亲不要死 自那以后 母亲就不能说话了 我幻想着母亲此时此刻 还能说话的话 会对我说些什么呢 也许会说 这么长的陪伴 真的是辛苦了之类的话 我觉得 好像母亲才是最辛苦的那个 她真的已经尽力了 而我却一点忙都帮不上 我和父亲为她举办了葬礼 父亲不擅长处理交集 就让我当主葬 在葬礼上 我气不成声 那天也是我第一次 看到父亲流下眼泪 我打开了写着 妈妈死后再打开的那个盒子 里面放着一个信封 信封里是一叠照片 和一张写满字的纸 母亲觉得自己婚姻失败 却有一个很善良的儿子 来到东京的时光是最深刻的 也是最快乐的 长久以来 承蒙照顾了 小雅 故事到了这里就已经结束了 小雅在电影的最后 带着母亲的信封 登上了东京铁塔 回想起自己曾经 碌碌无为的生活 明明母亲就只有那点打工费 自己还无休止地去索要 到现在回想起来 才觉得自己亏欠了母亲太多 仔细想想 这一生当中 每个人和母亲相处的时间 到底有多少呢 或许只有小时候的那一段时间 当孩子渐渐长大 就开始想要脱离母亲的掌控 开始渴望自由 渴望自己给自己做主 是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自己的小秘密 却不愿和母亲分享呢 是什么时候开始嫌弃母亲总是念党 是什么时候开始总是喜欢在外面和朋友吃那些垃圾食品 却不愿意在有限的时间里 回家陪妈妈吃顿饭 我们总是以忙为借口 只是因为我们在心里决斗 无论周围的人来人往 父母总会在我们身旁 所以总想得有空了 有心情了 再去陪伴他们 可当我们真的发现这份亲情 有多么的可贵的时候 父母早已经白发苍苍 所以不要等到紫玉养儿进不代才去珍惜 为人父母对紫玲的要求其实并不高 简单的生活 孩子能过得幸福 一家人多多团聚 就够了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讲到这里了 我是你们越讲越伤心的王谱 喜欢记得关注哦 爱你们哟 嗯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